这个悲剧其实非常的讽刺 因为劳动部是做什么的 劳动部是在保障全国劳工的权益 劳动部是在保障全国的职场 让我们的劳工不被霸凌 有一个友善的职场 结果我们没有想到 原来最不友善的职场 就在劳动部的内部 而这样一个悲剧发生了以后 我们看到劳动部的反应是什么 其实第一时间就是关关相户 想要转移焦点 想要淡化事情 结果后来没有想到 没有办法把这个事情压下去 之后又快速的 以一个专业的解决政治新闻危机的方式 在处理这件事情 从头到尾 我们没有看见什么 我们没有看见一个应该站出来 为劳动权益发生的主管单位 在面对自己内部发生 重大的劳动权益被剥削的时候 正面的去面对这个问题 发生这件事情不是一天两天 而且不是只有这个个案 难道一定要出人命了 劳动部才要解决才要面对吗 更何况劳动部没有真的在面对 今天在职场上被霸凌的 也不是只有亲生的这一名公务员而已 自从这个分署长上任之后 大批大批的公务员受不了要求调职 他不是只针对亲生的这个人 有针对性 不是的 是整个职场都受不了他 他对所有的人都霸凌 咆哮 剥削 长期人家受不了 所以他只是针对这个个案吗 还是因为这个个案闹的新闻 闹得那么大 而且一条人命 所以劳动部才被迫出来处理 今天发生在劳动部内部 这么大的一个丑闻 这么大的一个悲剧 你还有公信力吗 你凭什么管全国的职场跟劳动劳工呢 那劳工还对你有任何的信心吗 原来最大的霸凌剥削劳动的事件 就发生在你劳动部自己内部啊 所以第一 这件事情 劳动部长不需要负起任何的政治责任吗 你只是负责擦屁股的 你只是负责危机处理的 你只是一个政治危机处理者而已吗 你忘记了你是劳动部长吗 你如何重建 大家对劳动部的信心呢 劳动部凭什么 让大家觉得你可以为我们全国的劳工把关 你可以保护我们全国的劳工呢 这个才是真正问题最重点的地方 可是今天劳动部有在乎吗 一个生命不见了 劳动部还是不在乎的 这么多人 因为受到他的灵念 纷纷要求调职 主管都没有人晓得吗 都不知道吗 怎么可能 骗我们没有在行政部门待过吗 你为什么睁一只闭一只眼 为什么从头到尾掩护 不就是因为后台很硬吗 我再问 这个分署长 他不只是三级跳直接接分署长 大家说因为他跟前部长许明春的关系 那他为什么会被调到许明春的办公室呢 他是因为在许明春的办公室之后被许明春赏识吗 不是吧 从他为什么会被调到许明春的办公室 就已经说明了背后有人吗 是谁呢 其实早在当年 现在的次长 现在的次长这个许传胜 他也是以前野百合世代的 他也是新潮流的 所以早在台北市政府陈水扁时代 陈菊就当社会局长 许传胜就在陈菊身边 许传胜不是说了吗 那个时候他们就认识这个分署长 这个谢怡荣了 后来陈水扁当了总统之后 不要忘记陈菊也当过劳动部长 所以我合理的怀疑 他背后的那位高人 就是陈菊大大 够大了吧 够大咖了吧 那在陈菊的幕僚出世的 这不是第一个 还记不记得他的新闻局长 后来因为高深 直接在办公室里头 他那不叫性骚扰了吧 那个恶心 恶心的我都快说不出来 说不出话了 他也因为陈菊的关系 不就到了中央吗 丁丁是人才 不要乱讲 丁丁是人才 对不对 这也是陈菊用的人 还有最近 在大家的眼皮子底下逃跑 在台湾随便趴趴走的陈启玉 还曾经是陈菊的副市长呢 我记得陈菊还有另外一个幕僚 也是被通弃了之后多年抓不到 对不对 这都是陈菊的人啊 所以今天又多了一个谢怡荣 也不意外 只不过造成了这样一个悲剧之后 民进党的政治脑 选举脑 满脑子响的 就是政治危机处理 他有关心过劳动权益吗 这个还不悲哀 什么才叫做悲哀啊 赖清德 赖清德也没有那个胆去动成局 在蔡英文执政八年之后 大家都发现说 很多地方 当大家不知不觉的 好像就突然一下 发现里面怎么出现了绿色的权贵吗 但是绿色的靠山到底管不管用呢 很多人说赶快去办一张党政 但是党政可能不见得有用 因为要看亲疏远近啊 最近于天接受专访的时候 他竟然大爆料啊 他说民进党欠我太多啊 本来我当歌手当得好好的 结果被拱进了政坛 然后先前呢 我不分区都落选之后呢 就想说那我就去华市好了 那后来想想又觉得呢 一年只有三亿的预算好像很难做 那不如去公事好了 不用负盈余的责任啊 结果呢 本来上面有答应我 但后来没有成 那么呢 2024年呢 我又没有参选 本来也想说好吧 不然的话呢 上面说那给你一个基金会好了 但结果呢 最后只给我一个国策顾问啊 好了 原本我们认为这个是国家的名气耶 结果原来在绿营人士的眼中 是一些可以被趁金论两的物件吗 我们原本以为说 有国策顾问是地位成容啊 结果今天于天抱怨说 他只分到了国策顾问啊 那这不就等于印证了 这个民进党执政之下 难道真的就是只有抢钱 抢权 抢位置吗 市长是怎么看 我觉得还蛮 怎么会讲的大辣辣的 就在众人前面这样讲 这已经是受益压灯吧 受益压灯 这违法了 这违法吗 不是吗 这应该检察官应该拿这个报导 就去应该就要开始来 放心啊 不会办了 这是还蛮奇怪的 我就觉得民进党 就干脆弄个价目表 对不对 免得人家服选了半天这么不甘愿 对不对 付出多少就要回收多少 他回收不如付出 就干脆一个价目表出来 对不对 OK 那问题是在这里 就是说 一般来讲就是 看你选钱的贡献嘛 到底是什么样的贡献 我不知道啦 OK 然后接着就是说 你的股票比较硬 选后选钱答应跟选后 我先讲 其实他 他怎么那么好骗啊 政治上 比生意场更尔以我诈的 选钱答应的都不算 选后的就重新淋 包括政策也好 包括人事也好 好 从选后以后重新归零 然后开始来比你的背后 我都听过了 阿扁的时候 然后要到总统府里面 他是在interview 一个比我长辈的 他是interview 然后是马永诚 去那边挂号码 OK 这情何以堪啊 然后到小英的时候 你看到就是晚上才可以出来的 也可以去当总统的顾问 这不是很奇怪吗 然后庙宫 现在更扯啊 庙宫也更可以进更上一层楼子 什么样的国家嘛 坦白讲啊 所以主持人说 这国家的名气 它当作什么东西啊 余天也是 他也是出来讨糖吃的 OK 对不对 他出来挖挖叫 人家就要给他封口费 所以我先讲说 通常是这样子 不 话我先讲一下 我实在不太愿意评人事 因为每一次人事的时候 然后那些主持人就讲说 师老师 你就是本没对了 你才把我靠腰了 就是一定是这样 我跟大家讲 两次都有 只是他们一直想把我送走 就是了啦 OK 好 我先讲一下说 一般我看过就是说 小英应该会比较委婉 他会跟你问说 你感觉这个位价格什么人 他就说你买博啦 不然这个位价格好 不然的时候你就会说 不然你感觉什么人比较好 但你跟他讲 谁比较好的时候 有时候会出麻烦说 你看他以后出事以后 你看他就是来求官 帮别人求官不成嘛 OK 怎么会讲得那么这样子呢 但是我也看过啦 譬如说这个 原住民的那个部分区的部分 我记得当时原住民是排第一位啦 然后他就跟原住民讲说 没关系啦 因为他们马上就要入阁了啦 所以就会排啊 等了八年也都没有啊 都排不到啊 所以就是好骗嘛 OK 你看这NCC的部分是最好 还是主委第一任的时候 没有人要做啦 OK 那你知道 我靠衰 把他们做委员而已 你不跟他做做委员嘛 对不对 而且你要投名状 要去杀中天啦 OK 然后呢 好吧 你就要投名状 你就答应说 我来做 然后就当主委嘛 所以你看做的这个样子啊 好OK 所以就是你一定要有贡献 那我贡献的意思是说 你要干四干 就会做一件 我们觉得是不应该做的事情啦 那些预算怎么可以翻 所以这另外第二个是说 你那个钱啊 你要知道钱在哪边 然后呢 哪来 不过话又说回来 就是说第一任的时候 他们阿扁的时候很痛苦啦 因为找不到人啦 所以才会找到一个王美花阿花嘛 来做 你知道他怎么 他哪有那个格 他对他们下面都管不住嘛 到现在他们就很厉害 就开始会去问了啦 好OK 先去基要哪边 先去那边 等等等这些东西 我可能想说 不只是胜利啦 潜利啦 染利啦 心率啦 也不是绿的都没关系 我跟你讲啊 那是李敖讲的生殖器官关系啊